简爱第七章 在罗沃德度过的一个季度 仿佛是一个时代 而且并不是黄金时代 我得经历一场恼人的搏斗 来克服困难 适应新的规矩和不熟悉的工作 我担心这方面除错 为此所受的折磨 甚过于我命里注定肉体上要承受的艰苦 虽说艰苦也并不是小事 在1月、2月和3月的部分日子里 由于厚厚的积雪 以及化雪后道路几乎不通 我们的活动除了去教堂 便被困在花园的围墙之内了 但就在这个牢笼内 每天仍得在户外度过一小时 我们的衣服不足以预寒 大家没有靴子 雪灌进了鞋子 并在里面融化 我们没有手套 手都冻僵了 像脚上一样 长满了洞窗 没完我的双脚红肿 早上又得把肿胀 疼痛和僵硬的脚趾伸进鞋子 一时痛痒难熬 至今记忆犹新 食品供应不足也令人沮丧 这些孩子都正是长身体的年纪 胃口很好 而吃的东西 却难以养获一个虚弱的病人 营养缺乏带来了不良习气 这可苦了年纪较小的学生 鸡肠碌碌的大龄女生 一有机会 便脸哄带下 从用小学生的份里 弄到点吃的 有很多回 我在吃茶点时 把那一口宝贵的黑面包 分给两位讨食者 而把半杯咖啡给了第三位 自己便狼吞虎唱的 把剩下的吃掉 一面因为饿得发慌 而暗暗落泪 冬季的星期日沉闷乏味 我们得走上两里路 到保护人所主持的 布罗克布里奇教堂去 出发的时候很冷 到达的时刻就更冷了 早倒时 我们几乎都已冻僵 这儿离校太远 不能回去用饭 两次祷告之间 便吃一份冷肉和面包 份量也跟平时的饭是一样 少得可怜 下午的祷告结束以后 我们沿着一条 无拙无拦的山路回向 刺骨的寒风 吹过大雪覆盖的山峰 刮向北边来 几乎要从我们的脸上 刮去一层皮 我至今仍然记得 谭普尔小姐 轻快地走在我们 维米不振的队伍旁边 寒风吹得她的花泥斗篷 紧贴在身上 她一面殉导 一面以身作则 鼓励我们振作精神 照她所说的 像不屈不挠的战士 那样奋勇前进 可怜的其他教师 大都自己也十分颓丧 更不想为别人鼓劲了 回校以后 我们多么渴望 熊熊炉火发出的光和热 但至少对年幼学生来说 并没有这福分 教室里的每个壁炉 立刻被两排大姑娘围住 小一点的孩子 只好成群蹲在他们身后 用危险裹着冻浇了的胳膊 吃茶点时 我们才得到些许安慰 发给了双份面包一整片 而不是半片附加薄薄 一层可口的黄油 这是一周一次的享受 一个安息日 复一个安息日 大家都瞧手期盼着 通常我只能把这美餐的一部分 留给自己 其余的便总是不得不分给别人 星期天晚上 我们要背诵教堂的教义问答 和马太福音的第五 六七章 还要听米勒小姐冗长的讲道 她禁不住哈浅连天 证明她也倦了 在这些表演中间 经常有一个插曲 六七个小姑娘 总要扮演游推骨的角色 他们因为困倦不堪 虽然不是从三楼上 而是从第四排长凳上摔下来 扶起来时也已经半死了 不就办法 是把他们硬塞到教室的中间 迫使他们一直站着 直至讲道结束 有时他们的双脚不听使唤 摊下来搜索一团 于是便不得不用班长的高等 把他们支撑起来 我还没有提到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造访 其实这位先生在我抵达后 第一个月的大部分日子里 都不在家 也许他在朋友副主教那里 多逗留了些时间 他不在 到时我松了口气 不必说我自有怕他来的理由 但他终究还是来了 一天下午那时我到罗沃德已经三星期了 我手里拿了块写字板坐着 正位长出法中的一个总书发炯 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 看到有一个人影闪过 我几乎本能地认出了这瘦瘦的轮廓 因此两分钟后 整个学校的人 包括教师在内都全体起立时 我没有必要抬起头来后过究竟 便知道他们在迎接谁进屋了 这人大不留心走进教室 眨眼之间 在早已起立的谭普尔小姐身边 便竖起了同一根黑色大柱 就是这根柱子 曾在盖茨黑德的壁炉地毯上 不祥地对我皱过眉 这时我侧目瞟了一眼这个建筑物 对 我没有看错 就是那个布罗克赫斯特先生 穿着紧身长外衣 扣紧了扭扣 看上去越发修长 狭窄和刻板了 见到这个幽灵 我有理由感到丧气 我记得清清楚楚 李德太太曾恶意地暗示过 我的品行等等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 曾答应把我的恶劣本性 告诉谭普尔小姐和教师们 我一直害怕这一诺言 会得到实现 每天都提防着这个行将到来的人 她的谈话和对我往事的透露 会使我一辈子落下个坏孩子的恶名 而现在她终于来了 她站在谭普尔小姐身旁 跟她在小声耳语 毫无疑问 她在说我坏话 我急切而痛苦地注视着她的目光 无时无刻 不期待着她乌黑的毛子转向我 投来厌恶与蔑视的一瞥 我也细听着 因为碰巧坐在最靠房子头上的地方 所以她说的话 一大半都听得见 谈话的内容消除了我眼前的忧虑 谭普尔小姐 我想在洛顿买的线是管用的 质地正适合做白布衬衣用 我还挑选了同她相配的针 请你告诉史密斯小姐 我忘掉了买只补针的事 不过下星期我会派人送些纸来 给每个学生的一次不得超过一张 给多了 他们容易粗织大业 把他们弄丢了 啊 小姐 但愿你们的羊毛袜子能照看得好些 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 到菜园子里转了一下 仔细瞧了瞧 晾在绳子上的衣服 看见有不少黑色长袜都该补了 从破洞的大小来看 肯定一次次都没有好好修补 她断了一下 你的指示一定执行 先生 谭普尔小姐说 还有 小姐 她继续说下去 洗衣女工告诉我 有些姑娘一周用两块清洁的领布 这太多了 按规定 限制在一块 我想这件事我可以解释一下 先生 上星期四 艾格尼斯和凯瑟琳约翰斯通 应朋友邀请 上洛顿去用茶点 我允许他们在这种场合 带上干净的领布布罗克赫斯特先生 点了点头 好吧 这一次就算了 但是请不要让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还有另一件事也叫我吃惊 我跟管家结账 发现上两个星期 两次给姑娘们供应了点心 吃了面包奶酪 这是怎么回事 我查了一下规定 没有发现里面提到过点心之类的饭食 是谁搞的改革 又得到了谁的批准 我必须对这一情况负责 先生 谭普尔小姐回答说 早饭烧得很糟糕 学生们都咽不下去 我不敢让他们一直饿看肚子到吃中饭 小姐 请允许我说上片刻你该清楚 我培养这些姑娘 不是打算让他们养成娇奢纵欲的习惯 而是使他们刻苦耐劳 善于忍耐 严于客气要是偶尔有不合胃口的小事发生 譬如一顿饭烧坏了 一个菜佐料加少了或者加多了 不应当用更可口的东西代替失去的享乐来加以补救 那样只会骄纵肉体 偏离这所学校的办学目的 这件事应当用来在精神上开导学生 鼓励他们在暂时困难情况下 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这种场合 该不是时宜的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 一位有实践的导师会抓住机会 说一下早期基督徒所受的苦难 说一下殉道者经受的折磨 说一下我们神圣的基督本人的规劝 召唤使徒们背起十字架跟他走 说一下他给予的警告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 说一下他神圣的安慰 饥渴沐沐亿的人有福了啊 小姐 当你不是把烧焦的粥 而是把面包和奶酪放进孩子们嘴里的时候 你也许是在喂他们邪恶的肉体 而你却没有想到 你在使他们不朽的灵魂挨饿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又顿了一下 也许是感情太冲动的缘故 他开始讲话时 坦普尔小姐一直低着头 但这会儿眼睛却直视前方 他生来白的像大理石的脸 似乎透出了大理石所特有的冷漠与坚定 尤其是他的嘴巴紧闭着 仿佛只有用雕刻家的凿子才能把它打开 眉宇间渐渐地蒙上了一种凝固了似的严厉神色 与此同时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倒背着双手 站在炉子跟前 微风凛凛地审视着全校 突然他眼睛眨了一下 好像碰上了什么耀眼刺目的东西 转过身来 用比刚才更急促的语调说 谭普尔小姐 谭普尔小姐 那个 那个卷发姑娘是怎么回事 红头发 小姐 怎么卷过了 满头都是卷发 她用鞭子指着那可怕的东西 她的手抖动着 那是朱利亚塞福恩 谭普尔小姐平静地回答 朱利亚塞福恩 小姐 为什么她 或是别人 烫起卷发来了 她竟然在我们这个福音派慈善机构里 无视学校的训诫和原则 公开媚俗 烫了一头卷发 这是为什么 朱利亚的头发天生就是卷的 谭普尔小姐更加平静地回答 天生 不错 但我们不能迁就天性 我希望这些姑娘是受上帝恩惠的孩子 再说何必要留那么多头发 我一再表示 我希望头发要剪短 要朴实 要简单 谭普尔小姐 那个姑娘的头发必须统统剪掉 明天我会派个理发将来 我看见其他人头上的那个累赘物 也太多了那个高个子姑娘 叫她转过身来 叫第一班全体起立 转过脸去朝墙站着谭普尔小姐用手帕开了一下嘴唇 仿佛要抹去嘴角上情不自禁的笑容 不过她还是下了命令 第一班学生弄明白对他们的要求之后 也都服从了 我坐在长凳上 身子微微厚仰 可以看得见大家几眉弄眼 做出各种表情 对这种调遣表示了不满 可惜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没有能看到 要不然她也许会感受到 她纵然可以摆布背盘的外表 但其内部 却远非她所想的那样可以随意干涉了 她把这些活奖章的背面 细细打量了大约五分钟 随后宣布了判决 她的话如丧中般想了起来 头上的顶记都得剪掉 谭普尔小姐似乎在抗辩 小姐她进而说 我要为主效劳 她的王国并不是这个世界 我的使命是截至这些姑娘的肉欲 教导她们衣着要谦卑克制 不梳辫子 不穿贵重衣服 而我们面前的每个年轻人 出于虚荣都把一束束头发编成了辫子 我再说一遍 这些头发必须剪掉 想一想为此而浪费的时间 想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说到这儿被打断了 另外三位来访者都是女的 此刻进了房间 她们来得再早一点就好了 赶得上聆听她关于服饰的高论 她们穿着华丽 一身丝绒 绸缎和毛皮 二位中的两位年轻的 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 戴着当时十分时髦的灰色水塔皮帽 上面插着鸵鸟毛 在雅致的头饰边沿下 是一团浓密的卷发 烫得十分精致 那位年长一些的女人 裹着一条装饰着貂皮的贵重四绒披荆 额前披着法国式的假卷发 这几位太太小姐 一位是布罗克赫斯特太太 还有两位是布罗克赫斯特小姐 她们受到了谭普尔小姐恭敬的接待 被领到了房间一头的上座 她们看来是与担任圣职的亲属 乘同一辆马车到达的 在她与管家办理公务 四问洗衣女 教训校长时 她们已经在楼上的房间 仔细看过究竟 这时她们对负责照管一辈 检查寝室的史密斯小姐 提出了种种看法和责难 不过我没有工夫去听她们说些什么 其他事情来打岔 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到现在为止 我一面领会着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和谭普尔小姐的讲话 一面并没有放松戒备 确保自己的安全 而只要不被看到 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坐在长凳上 身子往后靠 看上去似乎在忙于计算 把写字板端的刚好遮住了脸 我本可以逃避别人的注意 却不料我那块导弹的写字板 不知怎的 恰巧从我手里滑落 砰的一声贸然落地 请客之间 人人都朝我头来了目光 我知道这下全完了 我弯下腰捡起了 碎尾两半的写字板 鼓足勇气 准备面对最坏的结局 她终于来了 好粗心的姑娘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说 随后立刻又说 是个新来的学生 我看出来了 我还没喘过起来 她又说下去 我可别忘了 有句关于她的话要说 随后搭着嗓门说 在我听来 那声音有多响啊 让那个打破写字板的孩子 到前面来 我自己已经无法动弹了 我瘫了下来 可是坐在我两边的两个大姑娘 扶我站了起来 把我推向那位可怖的法官 随后 谭普尔小姐轻轻地掺着我 来到她的脚跟前 我听见她小声地劝导我 别怕 简 我知道这不是故意的 你不会受罚 这善意的耳语 像匕首一样 直刺我心扉 再过一分钟 她就会把我当作伪君子 而瞧不起我了 我想 一想到这点 心中便激起了一腔怒火 冲着李德太太和布罗克赫斯特一伙们 我可不是海伦彭斯 把那条凳子拿来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指着一条很高的凳子说 一位班长刚从那站起来 凳子给端来了 把这孩子放上去 我被抱到了凳子上 是谁抱的 我并不知道 我已经不可能去注意戏之末节了 我只知道 他们把我摆到了跟布罗克赫斯特先生鼻子一般高的地方 知道他离我只有一马远 知道在我下面 一片橘黄色和紫色的闪断是皮外衣和浓雾般银色的羽毛 在扩展 在漂浮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清了清嗓子 女士们 他说着转向他的家人 谭普尔小姐 教师们和孩子们 你们都看到了这个女孩子了吧 他们当然是看到了 我觉得他们的眼睛像凸透镜那样对准了我烧镯的皮肤 你们瞧 他还很小 你们看到了 他的外貌与一般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上帝仁慈的把赐予我们大家的外形 一样赐给了他 没有什么明显的残疾 表明他是个特殊人物 谁能想到魔鬼已经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奴仆和代理人呢 而我痛心的说 这就是事实 他又停断了一下 在这间隙 我开始让自己紧张的神经稳定下来 并觉得卢比恐吓已经度过 既然审判已无法回避 那就只得硬着头去忍受了 我的可爱的孩子们 这位黑大理石般的牧师悲切地继续说下去 这是一个悲哀而令人忧伤的场合 因为我有责任告诫大家 这个本可以成为上帝自己高扬的女孩子 是个小小的被遗弃者 不属于真正的羊群中的一员 而显然是一个闯入者 一个异己 你们必须提防他 不要学他样子 必要的话 避免与他作伴 不要同他一起游戏 不要与他交谈 教师们 你们必须看住他 注意他的行踪 掂量他的话语 监视他的行动 惩罚他的肉体 以拯救他的灵魂 如果有可能挽救的话 因为我实在说不出口 这个姑娘 这个孩子 基督国土上的本地子民 比很多像犯天祈祷 像弃里石纳神像跪拜的小异教徒还坏 这个女孩子是一个说谎者 这时开始了十分钟的停顿 而此时我几经镇定自若 看到布罗克赫斯特家的三个女人 都拿出了手帕 开了开眼镜 年长的一位身子前后摇晃着 年轻的两位耳语着说 多可怕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继续说 我是从他的恩人 一位连城慈善的太太那知道的 他成了孤儿的时候 是这位太太收养了他 把他作为亲生女儿来养育 这位不幸的姑娘 竟以忘恩负义 来报答他的善良和慷慨 这种行为那么恶劣 那么可怕 那位出色的恩主 终于不得不把他 同自己幼小的孩子们分开 生怕他的坏样子 会沾污他们的纯洁 他被送到这里来治疗 就像古时的犹太人 把病人送往壁士大 搅动着的池水中一样 教师们 校长们 我请求你们 不要让他周围 成为一潭死水 说了这样精彩的节语以后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 整了一下长大衣 最上头的一个钮扣 同他的家属 敌过了几句 后者站起来 向兰普尔小姐 鞠了一躬 随后 所有的大人物 都堂而皇之地 走出了房间 在门边拐弯时 我的这位法官说 让他在那条凳子上 再站半个小时 在今天的其余时间里 不要同他说话 于是我就这么高高地站着 而我曾说过 我不能忍受 双脚站立于 房间正中的耻辱 但此刻 我却站在耻辱台上示众 我的感触 非语言所能形容 但是正当全体起立 使我呼吸困难 猴头紧缩的时候 一位姑娘走上前来 从我身边经过 她在走过时 抬起了眼镜 那双眼镜 闪着多么奇怪的光芒 那道光芒 使我浑身充满了一种 多么一呼寻常的感觉 这种新感觉 给予我多大的支持 仿佛一位殉道者 一个英雄 走过一个奴隶 或者牺牲者的身边 刹那之间 把力量也传给了她 我控制住了 正在发作的歇斯底里 抬起头来 坚定地站在凳子上 海伦彭斯 问了史密斯小姐 某个关于 她作业的小问题 因为问题琐碎 而被深斥了一通 她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时 再次走过我 对我微微一笑 多好的微笑 我至今还记得 而且知道 这是睿智 和真正的勇气的流露 她像天使脸上的反光一样 照亮了她富有特征的面容 瘦削的脸庞 和深陷的灰眼镜 然而就在那一刻 海伦彭斯的胳膊上 还佩戴着不整洁标记 不到一小时之前 我听见斯卡查德小姐 罚她明天中饭 只吃面包和清水 就因为她在抄写习题时 弄脏了练习布 人的天性 就是这样的不完美 即使是最明亮的行星 也有这类黑斑 而斯卡查德小姐 这样的眼睛 只能看到细微的缺陷 却对星球的万丈光芒 视而不见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小姐 感谢观看